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26日 昨天晚上看到一条快讯 也是一个重磅的消息 重磅炸弹 也就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和这个国会参众两院 外委会正式通过了什么呢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是个大事 我们知道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是香港人亲身参与 而且很多国家都非常关心 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 那么当然中国也非常重视 只不过目前情况下 中南海的角色层 把全部的精力 主要的精力放在70年大清 还要搞这个假打空 还要搞这浩大西互这套东西 根本无暇顾忌 或者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去解决香港问题 应对香港民众提出的 民主的诉求 所以说造成这个九拖不绝 从六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为止 已经进行了 已经持续了 一段时间 四个月了 还没有解决 其实很容易解决 如果就是顺从 学生们和这些抗议者的诉求 五大诉求 最起码让林郑月娥赶快下台 换一个特首 或者是某一个人暂时带着 然后把选票交给香港老百姓 我相信很快局势就会平息下来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是我认为是 把最重要的东西丢掉了 把这不重要的东西 甚至特别滑稽可笑的 这个七十年大阅兵 反倒当成一个大的西瓜 大的这个西瓜 这个把芝麻当成西瓜 西瓜当成芝麻 也就平常我们讲的 这个抓不住重点 所以说 这也是由于这个中共极权统治 这个发展到今天 这个已经走上了 衰亡 这个显著的标志了 就他的领导人 已经是没有办法 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局势 捉紧见仇 穷于应付 进退失去 那么香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典型的问题 由于香港问题 是在国际这个大事业当中展示的 它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美国有八万多 这样的美国级的人 是在香港工作的 也有很多的企业 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公司 在香港运作了很多年 那么是他们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据点 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来讲 都非常关心 而且美国本身这个价值观 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和中国不同 那么对言论自由 也是非常非常重视 那么呢 所以说 黄之峰前一段时间 黄之峰先生 这位年轻人 到了美国去参加了 这个国会的听证会 当时中国就说呢 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等等 我认为这不算 干涉中国的内政 因为黄之峰 他的香港人 香港的学生领袖了 也曾经坐过牢 这个在雨伞运动当中 应该是一个主力队员 但是后来这个反送中运动 刚兴起的时候 他还在监狱里了 所以说 也不能说是他鼓动起来的 只能说什么呢 这个香港之所以发生 这个追逃条例 引发的 这个声势浩大 至今没有平息的运动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共这个破坏了一国两制造成的 这一点是 我相信在国际大事业下 不论是中共的官媒 如何的铺垫盖别去掩饰 去这个扭曲 去这个虚构 但是人们都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一系列的 巡视妄法拦截的想法产生的 这个产生分几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从这个抓捕 这个文人出版上 也就是姚文田开始 姚文田我们知道办了一个 这个书店叫 陈宗楚爱社 实际上他办这个书店 这个我们坦率地讲 就是像有的人建工厂 就办商店一样 做一个生意赚点钱 如此而已 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只不过是要寻找热点 也就是说呢 有些书比较好买 因为香港离这个 这个深圳很近 往来的这个客人非常多 人们来了往往 这个对于一国两制 这一边的中国大众来讲 就感到好奇 感到有兴趣 甚至感到泄愤 就是说通过阅读香港的包困杂志 这个知道了解国内外的一些局势 所以说这个书卖的挺好 所以他就出版了一本 有关一本意义人士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批评 这个中共极选领导人习近平的 那时候习近平刚刚这个上阵 有些方面应该讲习近平 还是显示了他这个 这个不同其他的领导人特点 比如说在深圳2012年 在轻车减从 而且从走他爸爸走过的改革 开放之路 到了改革开放之路 前沿真地深圳 去显示自己这个理想 自己的抱负 这一点特别大顺民心 当时我也写过文章 表示这个赞场 但是后来新闻 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在一些视频评论那种 也坦率地讲到了 我对新闻看法的这个转变 那么呢 陈宗这个出版社 这个腰文帖呢 他经常可以往来 港澳之间 香港之间和深圳之间 因为以前一国两制 遵守了比较好 他也掉在清闲 结果就在深圳被抓了 被抓加个罪名的是什么呢 是走私 普通这个互贫罪 最后判了十多点 这个人到现在还没出来 这个不知道近况如何 也是一个连于鼓吸的老人 非常可怜 就是因为出版了这个书 强加一个罪名 谁都知道 就是说罪名之一无在情 就在这本书 这个小书店 那么这件事情 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第一次 第一批 第一个事情 就中共在寻思 汪法的共产大宗 他有几个过程 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采取什么呢 一次搞人 我不到香港坐 我在深圳坐 还给香港人面子 这时候香港人 还残留一种幻想 只要我不到深圳 我在香港就没事 所以说呢 中共继续抓下去 接着就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这个王建民事件 王建民因为是我有好朋友 我讲的比较多 我这个人比较重感情 讲义气 觉得王建民帮助我 所以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 多次的介绍过这个案件 那么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王建民 他比姚文田影响大多了 他不仅是这个亚洲周刊的原型 中国的特派人 而且后来辞职后 办了两本杂志 新闻月刊和脸谱 结果呢 他想把这次杂志 卖到深圳内地区 扩大影响 当然了 这里也是 就是每个人都是有求生的愿望 都希望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如果杂志卖得多 出版社办得好的话 那肯定是名利算数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 他也在深圳 就被抓起来了 判刑 判了有期徒刑 五年 对他努力的罪名 更加荒唐 找不到罪名 怎么办 刚开始起诉 说是非法经营罪 说他在深圳卖了几本杂志 那就算是非法经营 这个靠不住 不能判太长的信息 中共公监法司的部门 就觉得不妥 又增加了罪名 增加两项 什么两项呢 来行贿罪 最后还有一个 串通投标罪等等 卢格丽罪 那么所谓行贿罪 是什么罪呢 就是因为他在香港 把这个公司招聘员工 年底的时候 罚了双倍的 这个奖金 和这个薪资 这一点是 深圳所有的企业的 这个通病 连我过去在香港 我一报 东北半数工作的时候 那东北半数 有那么几 几个人马 到了年底 我也给他们罚这个 这个双倍的这个公司 这一点叫双粮 这都是香港企业 通行的办法 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稳住 职工这个心情 也是为了帮助他们 能过一个好的年 这都出于人自常情 何以常理 但是却把这个当成什么 当成行贿罪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位员工 是这个一个国企的老板 在香港的一个国企 某国企老板的一个女儿 这根本讲不过去 就是用这种牵强 不惠的办法 一定要把王建民 打入监狱 其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让王建民 办的杂志当中 也是批判了 批评了中共 一大批的狗狗 那肯定 你在杂志上 即使不是自己写 那是来稿 刊登 中共这些当官的 特别是 广东省的地方官员 那肯定是 慌慌不可终止 所以说也罗列 这么一个罪名 王建民判了勇气复兴 五年多 那么这时候香港人 看了这些报刊杂志 包括我的报道之后 可能还存在着欢喜 就王建民如果是不去深圳 就没事了 还是自己太轻 就掉以轻心了 就和姚文田一样 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习近平的权力 如日中天 把这党政军大协 基于深之后 又成立什么国家卷委员会 蔡奇又当了什么 这个办公室主任等等 他一大批的兄弟哥们们 都从浙江新军转战到一些 就更高层次领域的认知 于是什么呢 他们把习近平 给这个虚构 成了什么皇帝的一样 至高无上的权力了 结果这些 下边这些大臣们 就无所有其极 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根本不把香港一国两制放在眼里 就丢到九霄云外里 接下来就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铜锣湾事件 我们知道 在这个曼谷抓捕了阿海 在巴提亚岛 这个曼谷 这个巴提亚岛 就非常漂亮 房子有便宜 那么阿海就比较有钱 他有钱的来源 一大部分就来自于什么呢 书上 就出版了经营的生意 阿海最早是在这个 前哨杂志这个刘大文的帮助下 在他办公室建了个地方 给他配备几个人马 这个搞点书号 赚点钱 实际上他那时候出版 很多书都是东超西载 这个格调不够 但是卖的特别好 钱太诱惑人了 有了钱你想就可以在巴提亚 买这个一个房子 住在那里边享受着 这个一种物质生活 不能说奢华 也是非常凌人催崖 你想一般的 这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从贴心来讲 随不愿意去换个玩 那里声色全忙 什么都有 这都不用毋庸置疑 那么呢 阿海 那么在这个巴提亚 比如说 就是一位出版里边 什么书 出版里边也是报道 这个习近平的 和他的情人 这个内容书 这件事情 那更是床 把天捅个大窟窿 你想 皇帝刚刚登记 你就把人家 过去一些绯闻讲出来了 那么到底 这消息真是假 很难讲 据我查看了这本书 了解情况 一边真一边讲 我非常坦率地讲 那么出版商 是为了赚钱 那么 被报道的这方面 其实应该采取什么 比较宽容的办法 因为你都当了皇帝了 当了最高的党人 还在乎这一点 这个小的桃色西纹 人就是为了搞点钱 为了这个老百姓 藏 没有事的时候 这个谈辞谈辞 完全是小菜一碟 不要放在心上 没想到大东干戈 结果呢 一批人马 也不知道在谁的命令下 去了香港 又抓捕了铜锣湾的出版商 这一下抓了五六个的 林荣基是其中的一个 叫铜锣湾书店店长 还有叫李波的等等 这个人胆小一点 到现在为止没有发声 但是林荣基胆子比较大 也是为绑架到了 这个深圳之后 其图宗曾经送回来 让他在家里办点事 没想到 他在这边召开了 期待招待会了 把这个内幕报道出来 原来是中共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在深圳抓王剑民 还属于偷偷摸摸摸的 好像还守着一国两制 这个最后的底线 现在根本就翻脸无情 管他什么一国两制也好 是两国两制 还是一国一制 管他英国的 和中国的签的协议 当时从联合声明怎么讲 管他什么邓小平 这个怎么讲的 江泽民怎么讲的 我要胜过毛泽东 胜过邓小平 也胜过一切的 历任的中国领导 下面这些小队的小兄弟们 更是因为有这个保护伞 那真是无所欺击 反正一招全在手 把他用尽 最后搞得国际社会 飞飞扬扬 于是这件事情 给国际社会 特别是香港人 沉重的打击 让他们知道什么呢 中共这种党管司法的体制 确实是太可怕了 他们可以随时到香港来抓人 抓回去之后 只要编一个故事 说是我们在深圳抓 在珠海抓 等等就完事了 根本不放在心上 只要你被抓到了 中国的深圳大陆 任何一个城市 那每一个城市都有 公解法司 都有这个政法委 政法委就是政法王 不要以为周永康倒了 那么中国法制就变得 司法就变得独立 不是这样 这种政治体制依然存在 只不过是打掉了一个 这个大的 最大的政法王 下面还有无数个 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法王 同样可以 变一个故事寻思方法 所以说 林农军非常恐怖 这个立刻跑到 连香港都觉得不安全 怕别人暗杀 赶紧跑到台湾去了 甚至想要跑到天涯海角 你可以看到 中共这极权统治 通过这汪法追溯 产生这寒蝉效应 完全是什么呢 颠覆了一国两制 破坏了一国两制 那么香港人这时候 好像还存在这些幻想 什么幻想呢 他们都是书生 都是文人 他们的写的文章太敏感了 假如说我不写文章 我不批评习近平 那我仅仅是做点小生意 赚点钱也没事 结果呢 后来发生了更大的事 我们知道 发生了一系列的案件 你比如说萧介华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的亿万的党 你想两万亿的资产 什么概念 那这是牛气得很 那么在四季酒店里面 也是可能是在 据说是在大年三十晚上 神秘的夜间消失了 那么第二天就到了北京了 到了或者上海 到国内看守所去带着他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这个人到底是有什么罪 哪个部门主办这个案件 判多少年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息 都是未来事 只不过是吴小慧已经判了 可以想象 他一定和吴小慧一样 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但是法律的审判 一定是不透明的 一定是老百姓 看不到真正的程序的 我不是说吴小慧就没有罪 我也不是说萧介华就没有罪 他们做了那么多的生意 不和中共一些各个地方 或者是中南海的高官 这个有利益交换的话 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 富可敌国的程度 这个财产 很多财产可以肯定是不易之财 但是在处理他们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法律的程序 一步一步的 因为中国有刑法 还有刑事诉讼法 我记得我在大牢里坐的时候 没有事整天就看着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还是有一些程序 是非常明晰的 比如说你的犯罪期 嫌疑人抓到之后 你要在28天内 一个月内要批捕 不能批捕的话 你就放人 然后呢 检察院要介入等等 都有一些非常明确的 应该讲 还是比较公平的规定 但是为什么不执行呢 不用执行 因为党管司法 某一个领导人下个例 要抓这个姚文天 姚文天就抓起来了 抓王建民 王建民也抓起来 然后抓通俄万 抓到之后 抓了就萧建华这样大上了 那么这时候香港人看这些新闻 可能还是有一点 这个残留的幻想 这个萧建华是参加了 这个2015年的 就骨贼政变呢 他的盘子太大了 钱太多了 那我们如果是小商人 仅仅赚了几千万 那就没事 其实也不是啊 接着就发生了什么呢 刘希勇的案件啊 还有更多的 中安平的案件啊 由于中安平的案件啊 他的太太 这个曾经找过我啊 我给他写过了几篇文章啊 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 都是什么呢 非常平平淡淡的啊 本分老实的 这个香港人啊 香港人 以前我接触了好多啊 他们主要是为了做生意啊 都赚点钱养家活口啊 也想这个养儿育女的啊 这个子孙的后代 都能过着比较好的生活呀 在香港住一个 这个三十一厅的大房子 是他们的梦想啊 那么中安平到这个黑龙江省啊 去最初搞房地产 赚点小钱 然后呢 这个在香港参加一个招商会啊 就认识辽宁省长 这个一个省长啊 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啊 那么这个省长忽悠他 到辽宁投资吧 辽宁的环境怎么好怎么好 党组织怎么支持你啊 优惠政策有多少 ABCD 他就稀里糊涂去了 到了什么辽宁省府顺呢 和府顺钢铁公司合作啊 结果搞这个 这个所谓的啊 混改啊 他应该是第一个搞混改的哈 国营企业那是说心里话 那是钢铁公司哪里熬起的 那么他是港商啊 合作搞这个房地产 结果最后怎么样 财产 让国企啊 全部的抢光了 然后呢 个人又办了无期徒刑 到现在还刮押在什么 大连南关岭监狱啊 也就是当年我刮押那个监狱里边 我对那里边的熟悉 情况太熟悉了 你想我在里面刮押了好几年啊 可以这样讲 我就像熟悉我手上这个 这个指纹一样的 熟悉那里的每一个道路 每一个建筑啊 每一个部门啊 每一天接触都是吧 除了管教 那就是这些犯人啊 那么我对那里边的外籍犯呢 情况也非常了解 那钟安平就关押在这个 这个南关岭监狱里啊 当然对他来讲还是 据说是条件还不错啊 就是没有让他从事这个 这个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啊 那么他冷然可以写这个 神手状要求这个平反 但现在为止冷然没有消息啊 这个始终他不认罪啊 你不认罪也没有解刑分啊 也不能解刑啊 所以说这是财产被抢光 人要关到死啊 这些案例啊 充分的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个所谓的反送中的条例啊 产生之所以造成 香港人如此的愤怒啊 如此这么多人的参与 到现在为止 人们不惜牺牲生命啊 去抗争 就是因为什么 中共乱法破坏了一不两知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啊 美国出 美国这个国会啊 这个出台一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是对这个香港的老百姓啊 特别目前受到压制的啊 打压的老百姓 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那么美国这个人权法案 当中讲的内容 不外乎就主要这么激烈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美国给香港的优惠政策 如果共产党这个控制下这些 这个攻坚法司 甚至军队啊 如果介入 如果用这个镇压的手段 使香港这些抗争人士 流血牺牲的话 美国将什么取消 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 这个是人 美国给香港的优惠政策 是根据历史上 美国 根据历史上香港啊 这个特点 在这个亚洲啊 就一些这个经济文化 信息等各方面的一个中心呢 这样一个特点 给予回政策啊 贸易方面也给予回政策 人家收回 是人家自己的事 怎么能说是 干涉你内政 再一个是什么呢 讲到 就是说美国的国务院 应当对这个一些异议人士 不要拒罚签证 因为你镇压了 有些人可能就要逃跑嘛 是不是啊 这个很正常啊 每个人都是这样嘛 这个 中国古代不都有一句 这个经常讲的 这个一句话吧 36级走以上 一看形势不好 赶快跑啊 那人家往哪里跑呢 可能有些人呢 一旦面临这个镇压 大兵 亚成的话 就到美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这时候国务院 应当 这个给他们签证啊 我认为这个也是 以美国自己的权利嘛 你如果是 不用残暴的 手段镇压这个民主运动的话 顺应香港人的这个诉求 不就没有这些事 不就很简单是吧 所以说也不能说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干涉你中国内政 那么等等吧 你可以看出 人这个条款呢 就讲得非常清楚啊 还有一条 也比较严重 就是说呢 要制裁啊 这个一些 制造了这一次 这个 整个香港这个局势 如果造成了 这个流血啊 这个方法 就像天安门事件那样 要杀人镇压的话 那么可能就要 对中共那些高官 其中有包括香港 一些特区政府当中 一些高官呢 可能对他们进行制裁 这个制裁 我估计可能将来 不得入境美国啊 或者家人在美国的财产 冻结等等啊 我认为这也是 美国自己的事啊 如果说你自己的家人 在美国没有财产 你也不入境美国 你担心什么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干涉中国的内政啊 这个恐怕说不通啊 我看到今天 外交部发了一个 9月26日啊 发了一个这个声明啊 这个表示强烈的不满 进行有力的这个回击啊 讲了一大口通这个说辞啊 讲的冠冰堂皇 讲的一正词言啊 但是本人认为呢 预期指责美国 指责国际社会啊 如果预期编造一些谎言 诋毁这个 市民优行的年轻人呢 我看不如你就 爽快点 这个顺应 五大诉求啊 让这个林郑月娥 赶快下台啊 给香港人民 一个基本的权利 什么权利呢 免遇恐惧的权利啊 这个戏讲 就是什么 算普学的 你允许人选举这个自己喜欢的领导人 他上了之后才能为人民服务啊 这很简单啊 所以说香港啊 这个一国两制的基石 我认为就是什么呢 要尊重香港的历史和香港人的这个权益啊 如果说香港人现在一人一票 选取自己的特首 自己的领导人 那香港人很信任 那自然而然 这会 这个局势就马上得平息下来 这多好啊 根本用不着和这个 这个老百姓对抗 也更不用和美国这个国会 这个对抗啊 更不能 更没有必要和国际舆论对抗 因为现在国际舆论都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在 这个 观察香港这个局势啊 从个人的立场角度啊 发表一些观点 说三道四啊 这个都很正常 人长这张嘴不能光吃饭 对不对 总要是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能把别人发表看法 说是干涉这个中国的内政 这就像什么呢 你家里有几个小孩 你动不动就打孩子 小孩 这个很委屈 就跑到大街上 甚至跑到这个邻居家里去了 那个邻居肯定要收留 以邻居要抚慰啊 邻居要谴责你 批评你 不能这样做 因为对小孩 你要乖 要引导 你不能用暴力手段 这是通行的规则 这不很简单 用这个例子 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香港的问题 就是这样 那么香港的年轻人 希望能够免于恐惧啊 不想变成姚文田 也不想变成王解民 更不想成为这个阿海 也不想成为这个 这个通罗湾事件当中的这些 这个一些遭到迫害打压的人士 也不想像肖建华那样 到现在为此处于一种消失状态 所以说人家才提出这些要求 才走上街头 不屈不挠地进行动政 这显示着什么香港的这个城市 这个生命和活力 在这一点上 我倒许觉得大陆反而应当 国内应当学习这个香港 如果是让香港成为一个民选 这个特首的这样一个特区啊 我认为啊 不会影响大陆的这个稳定 大陆现在之所以啊 国内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啊 社会矛盾比较激化 警民冲突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极权统治造成 如果你共产党现在分成两个党 左和右啊 你习近平一个党 李克强一个党 公开的竞选 让老百姓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啊 社边以前所有发生的 所有的一切案件啊 那么可能就极大的会幻发 中国老百姓这种这个建设啊 美好国家梦想这个激情啊 根本用不着现在这种办法啊 搞的是一方面搞一些 这个假打空啊 好打西攻的东西 用这种70年阅兵 阅兵啊 这个去显示自己的活力啊 自己的这个国事啊 和这个武力啊 震慑美国 也震慑不了 因为什么你这个军事实力啊 不论怎么炫耀和美国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你的人心也不行 社会制度也落后 当然了 中国现在经济比较发展 在这一点 做点事情当中 我也给充分肯定啊 正因为这样 我希望中国不要乱啊 不要和美国对抗 应当和美国团结啊 不要因为美国通过这个香港 这个人权民主的法案 和美国翻脸啊 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啊 你想美国人关心我们的民主 关心我们的法治 关心我们的人权 这多么好一些事情 应当感谢人家 而不应当现在这样 采取这种啊 敌律的态度啊 造成什么呢 中美贸易战到目前为止啊 谈不拢啊 出于一种对峙状态啊 那么另一方面啊 也要什么呢 要安抚香港的这些抗争 这些民众啊 包括黄之锋在内 这些年轻人 都是非常非常可爱 还有希望的啊 应当是包容 像昨天习近平在这个 这个大兴国际议场 当中讲的一段话啊 后一段就讲到什么呢 就展示了像世界 包容啊 这种心态 那么包容体现哪里呢 就是首先要包容啊 不同的政治界界 人家只是讲两句话 喊几个口号 在大街上 走这些游行 都是非常有秩序的 刚开始的时候啊 不仅这个人数众多 而且啊 这个合理非 还外加优雅 在那个情况下 就应当及早的啊 这个积极的应对 而不能 而不能 这个九拖不绝 造成现在这种困境啊 现在美国 这个 美国的这个国会啊 搞了这次人权 这个民主的法案的通过 我认为一大堆鼓舞了啊 这个要求民主和法治的中国人民啊 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啊 美国不是干净中国内政啊 所以说 本人今天发表这个视频节目啊 态度也是非常的 这个明确啊 我是希望中国能变成一个 民主法治的国家啊 这真是我一个 一生追求的一个梦想啊 那么今天的主要点评节目 就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